大家好,我是乖修禅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点评一下国防军工方向 那么呢,一看国防军工板块指数的表达 接下来是强是弱,怎么去跟踪 二呢,结合各股列入像航发动力,北方导航,亚新毛链 包括呢,像启帆电来,雅化集团,自将定力等技术点评 仅供参考,不作为买卖依据 首先呢,咱们先简单的做一个回顾 因为有几天没有重点点评军工了 因为在之前的话呢,是点评过 例如说在11月18日 当时的话呢,整个军工方向比较活跃 认为呢,短线还是有机会的 而且的话呢,当时观察视角是什么呢 一个中枢,两个中枢 而且高点和高点相连有一个驱使压力线 当时观察的是驱使压力线附近是沉压 这是11月18日的一个视角 那么我们来看 当前的话呢,当时的一个节点在什么位置呢 11月18日还在 还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的话,当时认为呢 他当时后面的行情没走出来之前 在11月18日这一天 他对应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对应的节点还属于量价起升的一个阶段 就是呢,量能还是有保持的 然后呢,价格的话呢 他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明显的震荡周的话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阳线反暴阴线的一个走法 所以当时对他的态度的话呢 一,短期来讲只要量能不说 还能保持住短线的机会还会存在 二的话呢,同时要防范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这是当时发现的一个痕迹,高点和高点相连 对应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压力 靠近趋势压力的话呢,要防范 那么事实上的话呢 他也是触碰这样的趋势压力附近 然后呢,承压 出现这样的一个回撤 好,那么我们来看 先看国防军国板块指数 那么对于国防军国板块指数来讲的话呢 咱们用两个维度 第一趋势县的视角来讲 他是在趋势县附近乘压 这一点呢,和咱们前面所分析或者推演的一个观察重点是相吻合的 第二的话呢,用禅律视角 禅律视角的话呢,从798,793.31以来 其实呢,他是可以作为两个日线的中枢 那么这个位置呢,是可以作为 30分钟中枢延伸升升级为日线级别中枢 来进看待 那么这个位置呢,是可以作为第二个日线级别中枢 那么以及呢,中枢的延伸 好,那么中枢延伸的话呢 那么我们把中枢的区间给标注出来 标注出来的话呢,那么对应的加粗 好,我看到有朋友关心 修杉师用什么样的 画图软件 这一块的话呢,其实用的是 红竹教编 免费版的,自己再往上下载就可以 这是方便 方便教学的 好,那么这是第一个日线级别中枢 这个位置呢,所谓第二个日线级别中枢 中枢延伸 当前的话呢,他就属于 从低到高793.31以来 他是属于一个日线的趋势上 所以当前的上涨的话呢 在他没有 没有触碰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加粒线之前 讲到他一直往上 可以期待吗 期待日线的向上离开段 但是呢,再往上的话呢 也是进入这样的背词段的一个做法 就是呢,这个位置和 前面这个节点呢 是很容易发生背词的 好,当前这是大的一个结构 大的结构的话呢 那么什么情况下 他会后面会迎接更大的行情 更大的机会 什么情况下呢 是迎接更大的风险呢 首先第一点 靠近上方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沉压的基点 而且呢,没有持续的方量突破 对应呢 他是属于沉压的 是属于面临这样的一个小的风险点的 这一点呢 是咱们前面讲到过的一种推演的视角 一种观察的维度 这是一个举行 第二的话呢 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个节点 他能够什么呢 他能够,例如说 一 这个位置呢 期待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能够给出中枢的不断延伸 例如说这是 一 二 三 四 好 然后的话呢 五 六 七 八 九 这个位置 他只要说能够横得住 以日线级别的中枢不断延伸 最终升级为周线级别中枢 那么他的一个剧情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 这个位置作为新的 基础段 这个位置作为中枢延伸 升级为更大级别的中枢 可以呢 再提来向他离开段 那么他的一个空间和想象力会更大 这是更大的一个视角 包括呢 对当前的商政指数也可以用这样的维度来去看 就是呢 他只要说能够不出业 单边下跌 以这种日线的中枢不断的延伸 不断延伸 为周线级别的时候再往上发力 那么对应的话呢 他的空间就会迎接所谓真正意义上的主声浪 他可能对应的行情 可能是以 是以半年度 或者是以季度会以半年度这样的时间单位来开启上场 但是这是一种推演的视角 另外的话呢 这是更大的维度 这是以推演的一种可能性 第二的话呢 我们来看 防范的是什么呢 防范的是这个位置 最为第一个日线中枢 第二个日线级别中枢 如果说后面回是什么呢 回是下来 那么观察一笔下 何时出现在哪个强底分 而且的话呢 观察前面这个位置 接不接触 如果不接触的话呢 他实际上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日线中枢的 第二个日线中枢相差离开段的剧情 好 就是还属于次三买 如果说一笔下 连这个日线级别中枢上演都不接触的话呢 他实际上属于次三买 还是有机会机往上给新高的 好 但是呢 如果说至于往上的话 来观察量呢 能不能跟上 能跟上量价起升 才能够延续 否则的话呢 一旦量价顶背离 MIC顶背离 那防范的是 机器箱上也是有多 所以说呢 箱下的一个技术观察点是什么呢 技术观察点是属于1654 好 1654这个位置的话呢 看他撑不撑得住 就是这个位置 当前的一个走法呢 是属于一笔上的 走得比较强 当前的只是一笔下的 相向下的这样的一个言语当中 言语当中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一个剧情 例如说呢 前面 如果说呢 连前面这个位置 1654 这个位置呢 如果是回撑始终不破 那么还可以期待一个什么呢 期待一个 例如说呢 它的一个对应的剧情 可以用什么视角来去看待呢 这个位置作为第二个日线级别中枢 日级别中枢过周呢 当前可以什么 可以走一个日线的 这样的一个大的线段上 这个位置回撑 如果说连前面这个位置都不接触的话 它是可以组建一个更小级别的中枢 就是30分的中枢 日线的比中枢 然后再走一个线上离开段 所以说对于国防军工的一个态度来讲的话呢 当前不足的地方在于上方 靠近这样的趋势承压 下方的话呢 对应的量能也没有持续 咱们前面讲的主要量能不说 那么呢 机会大于风险 一旦说量 风险大于机会 其实呢 也是非常应景的 那么接下来回撑的话呢 如果说向下 日线的这样的中枢上沿 只要不破那么回落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日线一笔下 然后内部只要有个五分钟的结构 呃 有这样的背驰 出现强底分 回落下来呢 还会有存在新的机会点 所以说呢 可当前可以用这样的纬度去跟 这是对于军工指数的一个态度 而眼下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它是属于前面也出现这样的一个顶峰 破军 破军过之后呢 当前是属于这样的小银星的下跌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的是属于下跌当中 还属于这样的一个带有一定的执行抵抗 好 后面观察的一个节点 什么 咱们再用更小级别 因为这是日线一笔的生 发展当中 发展当中的话呢 那么从日开的角度来讲 你最起码要等待一个底分出现 如果从五分钟的结构来看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它已经可以做为什么呢 用五分钟的视觉来讲 最起码要等待一个五分钟 从输的五分钟盘整下 五分钟中输组件 当前还属于五分钟大线段的一个做法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 内心 一日开呢 观察什么时候出现顶分 什么时候出现墙底分 二的话呢 内部有没有五分钟的结构 好 这是对于军工指数 那么呢 通俗一点讲 回撤 不破 日线足处上沿 那么它可能还会有新的机会点 但是呢 当前是在风险点附近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上方 靠近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承压的一个节点上 咱们前面的一个观察视觉的话呢 这样的一个画图痕迹还在 好 那么我们再结合各个的一个表达 就是当前的话呢 只要说 没有这样的一个方量强反暴的一种剧情的话呢 当前还是谨慎 调整的还不算充分 如果说出现墙底分了 然后的话呢 可以作为这个位置 作为出现墙底分 那么想想空间也是有限的 但是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回撤的幅度 深一点 走一个五分钟的结构 然后呢 五分钟攀论下 或者是五分钟趋势下 然后呢 有被辞 出现墙底分 那么对的话呢 他可能才会迎接更大的 更好一点的机会点 这是指数 然后再看个股 个股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例如像航发动力 航发动力的话呢 咱们个股层面的话呢 就讲的稍微的简洁一点 好 那么对于航发动力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咱们前面是从37块一毛九的位置 作为一个跟踪的一个视野 它首先有一个大的 这样的一个中枢组件 强的话呢 实际上的离开段 如果不强的话呢 如果在前面 这个高点呢 最终没有突破 没有突破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应的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顶分 破五均的这几点 它就是一个防范风险的几点 当前的跟踪视野的话呢 是属于这个位置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中枢 次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枢组件 中枢组件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一 前面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来看 这个位置 它虽然是一个强顶分 破五均 这是实际上是一个风险点 而且呢 反处的时候 咱们讲到向上 只要没有把这个高点的位置给突破掉 它实际上这种隐患 还没有被解除 当前的走的是一个 明显的是一个中枢组件的一个走法 中枢组件的走法呢 只不过从传统式角来讲 它是属于趋势线的破位 趋势线的从十十九块七的位置以来 它实际上是可以把作为这样的趋势线的破位 那么当前对于航发动力的一个剧情 根组的一个接连是什么呢 根组的接连 以前低 作为一个防守位 路中呢 这个位置回落 反弹 再进回落 它实际上就是 向上没有突破前面高点 向下也没有突破前面低点 这个位置的话呢 其实在周五 上周五 上周四 上周三 这位置已经成现一个底分了 只不过这个底分是一个明显的弱底分 它连五均也没有上去 连续的这样的一个长上瘾 连续的长上瘾 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小阴性小阳性 它是属于偏向于下跌中继的可能性要高一点 因为偏弱 好 那么对于航发动力来讲的话呢 这一次个股的跟踪 跟踪视角 就属于 如果说后面的能够持续补量 然后的话呢 把周五的上映线的位置能够给回补掉 那么呢 可以期待一个 把这作为一个 五分钟中枢 然后呢 跟踪 期待一个什么呢 期待一个向上离开的话 看看前高能不能越过去 这是一个设计 就是如果说能够向上补量 如果向下的话 那么观察前提的位置 前提的位置只要不破 这个位置还是一个作为中枢 组件或者作为这样的震荡来就看待 如果破了前面低点的话呢 防范的是 好 继续往下 破前面低点 防范的是主战的反向运动 逐渐更高级别的 这样的中枢 好 这是航发动力 因为前面在这个位置呢 其实这个风险点是很容易把握的 很容易去掌控仓 长上远 而且后面第二天是破五军 它这个风险点是很容易识别的 好 这是航发动力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北方导航 北方导航那一个态度的话呢 那么这一只 各国咱们前面也是跟踪过 跟踪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跟踪的节点是把它作为 从七块三的位置以来 它是一个向上这个位置 走一个三五分钟出租 延伸升级为三分钟出租 三分钟向上离开段回路 这个位置呢 它是当前是在靠近什么 靠近三十分钟 三点买点附近的 后面只是看细节了 好列送了 对应了 其实这一只各国的话呢 咱们前面跟踪的节点 如果说技术水平 或者应对的能力强一点 这类各国其实是可以反复获利的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前面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典型的中枢延伸 而后的话呢 背词 好 那么下跌盘整 下跌背词非常明显 然而一口气上去 回落不破前面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演 这属于二三点买点的重合 这位的作为 五分钟出租延伸 升级为三分钟出租 那么我们来看细节了 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呢 例如说你要是用三十分钟的一个 视角来就看的话呢 这个位置 它是对应的 这个位置呢 它是三分钟比 但是如果说用五分钟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于这一只各国来讲 它在三十分钟级别三来买点附近 好 那么讲到这一块的 我们来看 从七块三的位置以来 好 七块三的位置以来的话呢 那么这个节点 它就属于五分钟出不断延伸 以至于延伸升升级为三十分钟出 三十分钟出的话呢 那么当前这个节点 走的是一个三十分钟向上离开段 现在离开段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这个位置呢 是作为三十分钟级别四三买 五分钟级别的 五分钟级别的买点 好 那么这个位置呢 是属于三十分钟上离开段 离开段的话呢 和前面进入段 其实并没有明显的 这样的背词的关系 这个位置在一个三轮现在下五分钟呢 这个位置已经给出了一个五分钟的判断下跌了 五分钟判断下跌 而且呢 向下的离开段和进入段 是有这样的背词关系的 只要不破前面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上延 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一个 三十分钟级别三连买点的位置上 那么我们来看细节 好 看细节的话呢 例如说从十二块一毛五的位置到当下 十二块一毛五的位置到当下的话呢 它对呢 就是走的是一个三十分钟图形上面来讲 它是属于什么呢 它是属于 三十分钟线线线下 然后五分钟的一个图形上面来讲的话呢 它是属于五分钟的 这样的一个盘长下跌 盘长下跌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那么自然的级别 怎么去把握呢 首先 作为五分钟的盘长下跌 盘长下跌有背词 那么对应的 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去跟的话呢 那么前面五分钟中枢下沿的位置要标注出来 好 那么五分钟中枢下沿在十二八的位置 也说到这个位置 首先用五分钟的视角来去看的话呢 它接下来观察的是 观察的是向上 能不能突破十块八 为什么这个位置要作为重点跟踪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反出连十块八的位置都不能上去 代表的是五分钟级别的三点卖点 理解了吗 就是从十二块一毛五的位置下跌 这个位置呢 可以作为一个五分钟的 好 做为什么 作为一个五分钟的中枢 五分钟中枢的下跌是吧 十块八 那么内部的话呢 这个位置下跌 这个位置下跌和前面进入的下跌是有被迟的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一分钟中枢 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也内部也有一分钟的结构 所以说呢 这结构是比较帮满的 但是呢 相似上先观察这个位置 十块八的位置能不能约过去 约不过去 这是五分钟级的三点卖点 三点卖点出现的话呢 还是防范的是继续往下 好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相似上突破十块八的位置 三迈不成立 三迈不成立的 后面任何的五分钟的回落 30分钟级别的三迈附近 用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去佐证去把握 为什么说这样去识别呢 因为它在日开上面来讲 我们来看啊 在日开上面来讲 它还没有出现强底分 如果说呢 接下来能够出现这样的强底分出现 日线的一笔下 强底分 强底分的话呢 那么它怎么才是强底分呢 只要下周一 很重要 下周一的话呢 能够把上周四的这个阴线 给覆盖掉 它就是典型的强底分了 强底分出现的话呢 其实它就属于 30分钟级别的三连买点 五分钟 五分钟 攀整下 被此一买附近 因为这个一买一根 一根阳线上去的话呢 它实际上一脉已经错过了 只能用二连买点去着正了 好 这是北方导航 那么如果说 接下来呢 持续往下 就上方连十块八的位置都没有上去 而且呢 持续往下 给出五分钟级别的三迈卖点 继续往下又破新低了 那么你只能等待他们的等待 它结构更加 更加饱满 就是等待日线的强底分的同时 五分钟 如果说呢 五分钟的 被此一买转三迈 三迈之后呢 再往下 回色又打新低 打新低过之后的话呢 后面又看它 会不会给出五分钟 判证下发展成为五分钟趋势下 等等 好 这是北方导航的一个 跟踪视角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例如说像亚新毛链 亚新毛链的话呢 好 亚 亚新毛链 那么这一只狗的话呢 咱们也是在什么节点呢 在 前面点评过 前面点这一只狗 咱们前面点评的节点呢 其实对于 当时对于川普来讲的话呢 咱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也最笨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观察 在140类区上方的 140类区下方的话呢 不做关注 140类区上方 那么不管是用单元不破也好 还是用这样的一个 涨停突破 都可以作为观察的一个视角 好 那么这个位置 它就属于典型的 从140类区或者支撑 然后的话呢 5分钟中出 向上离开断 那么当前 这个还是单元不破 也可以用单元不得视角 只不过呢 它前面已经给出了5天 5天300的出发了 像5天300的时候 上下 以这个单元 这一根涨停板的单元的位置 作为一个 坚守位 如果都破了 那么短线就可以放弃 如果说向上的话呢 给出 如果给出这种阳线反暴 那么呢 能够涨停 顶多都只有一天 不能涨停的话呢 几好就收 因为呢 短期已经快速上涨过之后 它 它一定不是在上涨当中 早卖点了 好 这是要注意 好 那么当时的话呢 对于 对于像中传防务 当时呢 就属于把他排斥掉的 为什么呢 他在140年军下方 中国重工的话呢 在140年军的徘徊 中国船舶的话呢 那么当时也是 用什么视角呢 用这样的 用 只不过他的一个强弱关系来讲 是不如雅兴锚链的 好 当时的还有一个叫做中传科技 中传科技的话 也是属于涨停 而且呢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单元不破的一个视角 而且回落 被迟 然后呢 140年军附近 好 那么像雅兴锚链的话呢 雅 雅兴锚链 那么现在这类个股的 根中的一个节点 就是守 10月23日的 这一个涨停板 期上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没有必要太复杂 好 也不用 就是呢 很多时候呢 对于很多股友 喜欢听什么声音呢 某一个板块 某一个方向 是未来成为超级大牛股 有多超级呢 不知道 有多大呢 不知道 感觉听得特别过瘾 然后呢 心想着某一次股票的内心 幻想是不是要翻倍 翻两倍 翻三倍的 这种 这种一根筋的思维呢 其实是很容易吃套的 早晚有一次 早晚有一个板块 有一个个股 会让你套的 失去回来的 核心中的核心 还是什么 还是根 它符合买点就买 符合卖点就卖 你的预期可以有 但是呢 不要局限于 收制于自己的预期 后面走速都走弱了 你的还 跟你的预期不一样了 你还不去应对 你这不就属于幻想吗 好 那么我们来看 例如说像超凡 起凡电缆 起凡电缆的话呢 这一支个股 咱们是在他手板的时候 就讲到的 当时呢 他说典型的这样的基础模型 什么模型呢 像起凡电缆这类个股的话呢 他前面下方有这样的一个 日线级别中枢 现在呢 他的级别比三分级别又高 比日线级别略低 但是呢 是可以归属于日线级别中枢来 去看待的 只不过这个位置的话呢 冲高做回市 回市下来的话呢 那么属于一笔下 出现这样的一个强底分 对应的下方平台不破 这就属于日线的次产 买三分级别的买点 当时走的什么 走的是日线的一个 这个位置呢 实际上日线 还是算是日线的一笔上 他连线线都算不成 但是呢 像起凡电缆这类个股的话呢 前面有个强势两连板 两连板的周呢 对应呢 其实只要不能连板的 对应就是卖点 卖点过周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剧情 这类个股呢 他这一笔下的调整 虽然是小阴小阳 税步往下调啊 但是呢 这个过程内部 内部的结构不饱满 如果说内部的话呢 有这样的一个 内部的话呢 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五分钟的大线段下 五分钟大的线段下呢 就属于这个位置 它没有接触 如果接触的话 它就是一个五分钟中枢嘛 所以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起凡电缆 这个位置的话呢 观察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 像这类个股 它是一个五分钟呢 占了一个大的线段下 没有接触 这个位置的话呢 如果说反弹力度不强 这个位置完全可以作为 逐渐一个五分钟中枢 而后的话呢 再观察相当离开段 这个离开呢 和前面如果说有被迟的话 一旦出现日线的强底分 内部有结构 结构有被迟 日线呢 跟高级别有底分行 而且强底分上五分 那么它就是一个再一次的买点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量呢 是缩减的 然后的话呢 现在还不断给心低 还没有止跌了 那么对应的话呢 就不能着急去介入 好 只不过呢 这个位置呢 它的一个调整 已经和前面这个高点 基本上结束了 那么这一次个有的话呢 后面会存在一次短线的 反弹的机会 这个反弹机会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可以把这个位置作为一个 下 上 下 有接触 这个位置甚至可以做一个中枢来去处理的 强 甚至可以挑战前高 弱的话呢 它也会有一个相差反处的动作 所以说呢 像启凡电缆之类个股的话呢 后面 它可以耐心去跟 如果说呢 标准一点 过度一个五分钟中枢 在线下走一个五分钟的线下 离开段 离开段的话呢 因为已经接触前面高点了 不破前面低点 然后这结合自线的强底分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就会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买点 这个买点可以把它作为30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来去应对 好 这是一个视角 如果说呢 出现五分钟的被磁一脉 和30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相 相冲合的一个角度呢 它就非常好容易把握 如果这个位置呢 对应的 它们内部结构没有那么清晰 没有那么饱满 好 然后呢 然后的话呢 这个位置往下探一下 然后的话呢 直接给出这样的一个强板包 强底分 那么呢 可以把握 如果弱底分的话呢 可以等待 诶 是更小级别的 例如说一分钟级别的三买 或者是五分钟级别的二三类买点 到时候呢 再去佐证 但是呢 跟踪视角也是属于短线的维度 好 这是启帆电了 那么呢 后面我们看雅化集团和浙江鼎立 雅化集团 好 雅化集团呢 当前对待这类个股的跟踪视角就特别简单了 守140年均线 140年均线不破 还能够跟一跟 破的话呢 那么就放弃 因为呢 对于在这类个股来讲 一 它没有明显的上涨 二的话呢 它也是调整过周呢 当前呈现了前面这样的下跌 呈现了MIC的底背离 底背离过周的话呢 这个位它并没有明显的上涨 只是上涨过程当中 若反 而且若反过程只有震浪 这位置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五分钟组件 现在可以期待一个相当离开段 就是延续这一笔上 但是离开段的话呢 后面看它有没有中央苍阳虚命 如果说给出这个一笔上 然后呢 五分钟攀论上 五倍迟 那么可以进到高看一线 如果说呢 给出高点了 但是呢 有倍迟 这支支线一笔上始终量呢 也起不来 防范的是这个位置为比重输 三分钟输 然后呢 组件的一个过程 好 只要说呢 它对呢 不给出五分钟级别的三连卖点 日开量的不破140雷均线 五分钟呢 不给出五分钟级别的三连卖点 那么这个节点呢 大概的是要突破前面高点 给出五分钟的攀论上涨 这是亚星集团 然后呢 再看攀论上的时候 像离开段的时候 力度有倍迟 好 那么再看浙江鼎立 浙江鼎立的一个跟踪视角是什么呢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咱们前面是在手板的时候 重点跟踪的 也是11月 18号 10月18号的时候 当时呢 它是一个涨停板突破 涨停突破 对应的话呢 只不过当时对它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业绩是稳定的 然后的话呢 它的位置上面来讲 前面调整又是充分的 然后呢 从53块7的位置以来 它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作为这样的一个中枢的延伸 而且呢 突破140雷均线 回踩不破 又以涨停板的方式突破 当时用涨停 又单元不破的一个视角 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平台突破 当时呢 讲到向上 不能去追 但是呢 入路又回落 靠近武军也好 靠近阳线的半分也好 都可以作为它的一个观察级点 实际上它走势非常标准 短线的视角 那么像当前智江鼎立的话呢 不足的之处 不足之处在于量能说的比较明显 那么后面的话 这个位置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内部来讲 这个位置向上离开端的 内部逐渐逐渐更小级别的中枢 好 如果说这个位置 它实际上是低吸高抛存在这样的一个短线的机会点 按照咱们前面涨停单元不破的一个视角 低吸高抛很容易把握 那么当前的这个回落有没有机会点了呢 好 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到这个位置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下上下 这个观察的话呢 这个位置前面高点是有接触的 这个位置可以作为五分钟中枢来去看待的 但是呢 后面的话呢 也就是像这类个股 回市只要不出现强一长一破这一根长天破这一根长阳 这根长阳的话呢 它也是长领块板 比如说呢 只要保持单阳不破 后面可能会有反暴 反暴的话呢 见好就收也不能去追 如此而已 好 这是浙江景丽 那么浙江景丽的话呢 是咱们前面在11月18日的时候 当时也是点评的一个节点 当时的话呢 就是从此说的一个维度来讲 当时的话呢 看到有粉丝留言说 哎 到底是买呢 还是卖呢 有一点呢 这是理念的问题啊 第一 修缠不推荐任何个股 不推荐任何金融眼神产品 不推荐任何理财方式 这是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咱们 其实你只要说把前面的一些方法 不管是三线错盘 还是说像残忍体系下的买点 卖点 只要说你能真的能够掌握 那么呢 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 它是不是买点 能不能买 它是不是卖点 能不能卖 如果说你没有掌握这样的一个方法 论的话呢 即便告诉你什么股票 能买 买了之后呢 后面涨了怎么办呢 跌了怎么办呢 调了怎么办呢 其实呢 所以说呢 大家要充分理解 就是呢 尽可能还是 结合着一定的方法论 自己呢 可以 如果说觉得 自己呢 比较熟练了 你可以用小肠胃去试 练手没关系 如果说不熟练 先学方法 不要着急 就是 为了交易而交易 听一个代码 听一个观点 自己呢 就冲进去了 其实没有人能够为你的盈亏负值 好 然后咱们再用一分钟来做一个回顾啊 关于卖点呢 这是咱们前面 在交易超股108个系列当中 第34特的当中 讲到卖点可以分三种 就是呢 纠缩卖出 买入条件破坏 即时退出 本级别的卖点出现 卖出 毫无商量的余地 次级别出现卖点了 减持或卖出 根据它的力度 板块的一个环境和力度来去看 所以说呢 没有一个清晰的方法论 在股市当中 亏钱是必然的 有一个成熟的方法论 考验的是你的精度 你的功力 你的内功怎么样 你的执行力怎么样了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只作为技术交流经验分享 不作为买卖依据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积极的留言 点赞 积极的赞赏 好 再见